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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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跟那个女的又是喝酒又是唱对唱 他最后还跳舞 我问你的那个朋友 他告诉我他是你的前女友 是这样的 前女朋友 朋友的朋友 把她交过来的 交过来以后 我不可能把她赶走 是不是的 就把我不存在一样的了 这么多人 把我就冷落到一边了 我觉得在那很尴尬了 我就想走不 他说还晚会吧 现在还早 过了一会儿他还是这样子 到第三次 我看他这个那个以前那个女朋友还在跳舞 那我肯定就过去叫他了 我就说 我说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就走了 他就走开了 走开以后我就站在那个那儿等他 等他 他那个女的就我这里过的时候 就把我持进去推 就撞到这旁边这个桌子上 把我撞到地下了 还搅到个窗破了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推我 他还不承认 他说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有七二八十 我就碰一下就倒了 那你觉得这个事的责任在谁呀 我觉得就是在他的身上 那你干嘛还跟他交往呢 就是之前我们感觉他这个人还好 不能靠回忆过日子嘛 这事在你心里 我看像个过不去的坎是吧 因为我注意你的描述了是 你跟他跳舞 不跟我唱歌 也没有跟我跳舞对吧 所以我说我们走 第一回对吧 你不走 我第二回又去 让你走 你还是不走对吧 第三回在他们正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你上去把他拉走的 对吧 那就是当时场面其实很尴尬嘛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女主人的身份 结果突然在那个场合上出现了一个 好像是女主人的一个 一个女人 结果一打听 还是她的前女友 你很尴尬 我相信你当时也很气愤 对吧 把一个女人都会 是不是觉得还行 其实除了生气 还有羞辱感对吧 对 我方便问一下 你们单身多久了吗 我单身快五年了 我七八年了 上一段是因为什么 之前就是男同志 不是很负责任的吗 人家在一起的话 有一个老公跟没有老公 是没有区别的 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不体贴 不顾家是吗 对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多大 孩子16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我的是男孩 她的是女孩 您是男孩 您是女儿 我是女儿 您上一次是因为什么 上次是感情不合 儿子是你带还是父亲带 是他爸爸带 闺女儿是跟您 还是跟闺女儿 攀给我 给他老妈带 那为什么你不带呢 因为我是一个人嘛 也不方便 我的小孩 对他的那个态度很好的 每次看见他以后 都是叫得很亲热的 但是他女儿对我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像他女儿本来就是在外地了 他女儿比我的儿子大嘛 都二十来岁了 也就是第一次 说好了 他女儿会到他爸爸这里来的 那天我们都准备的很好的 然后我 肯定不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也尴尬不 是不是 那最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不 礼貌给你消了的 那我打电话 也跟着你阿姨了 我跟他打招呼叫他 为什么他理的不理我呢 我声音又不是很小啊 跟你说了的 就见过这么一回是吧 因为他在外地 在外地也不熟 然后就那个放假的时候回来一次 平时他是在他妈妈那边的 也对 反正未来也不会生活在一起 对吧 那我就看到这觉得他 谁都重要 就是我不重要 行 未来有打算吗 我是准备给他过万年吗 几分的 您呢 我觉得他的玩心太重了 玩心太重了 我又不可能 持着客手 在你的那个身边管着你 你像你这个爱喝酒啊 以朋友为重啊 你之前也跟我说过 比如说个事情 以后多听我的 有的朋友不交的话 尽量不去那个交往 尽量少喝酒 我现在一直听你的呢 你在控制自己呢 我问一句啊 现在等于电话的问候比较少 关心也不够 然后发现跟他闺女相处的时候 他没有做好所谓的引荐和疏导工作 发现非常尴尬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喜欢玩没有安全感 对吧 我们好像就想到一个问题嘛 就是您说您第一段婚姻 是因为男方不负责任 所以离得婚 这个今天您描述下来 好像也不那么负责任 而你们也没有什么婚姻 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到我们这来呢 再分难得找 真的找到一个合适的话 也是不容易的 这合适吗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 他也觉得他也蛮好 也很热心 然后对我家里面的人也很好 对我啊 包括我的工作 他也很支持的 他也是 就是一是这样子下去的话 我觉得很满意的 但是就等他回老家去了 就像我说的 就是跟他朋友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到我们这儿 就想请教老师啊 主持人 去跟我那个捋一捋 看我到底要不要再走下去 怎么可能这个半年前和半年后 发生那么大的差异呢 那到底是半年前那个人是真实的呢 还是半年后这个人是真实的呢 一直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在半年之后 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出这么多的事呢 可能两个都没在一起嘛 在我家里面这边就压力大不 本来不得喝酒喝多一点 朋友聚会聚多一些 喜欢应酬是吧 喜欢应酬 我想问一件啊 就是你们上次前女友和现女友 发生了争执 对对对 您回来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呢 不是他转身就走了不 我就追 追就没追上 我就打他电话打手机都不回 不回的话我就急不 晚上一个女子在外面是不是 我就找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就跟他的闺蜜 闺蜜联系了 告诉我他回长沙了 当下我就赶到长沙 我就跟他解释了 一定要在楼底工作吗 回到长沙来发展 是空间很小是吧 稍微小一点了就这样 就是可能再回到老家之后 人脉关系比较好 对对对 容易做买卖 是这样 对对对 如果是说他坚持 那我还是到长沙去也可以 其实他这个人可以的 他对您怎么好啊 就半年就让你 他做了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您说说 我父亲在死之前 中的是疯 他知道了 知道马上就从厂上赶过来了 找疯老爸想的好了 该做都做了 特别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 是什么呢 就是他跟我老爸洗澡 麻绳子 端死车料 包括我们冰房里面的医师 一般都说哎 你找了一个好老婆 我老婆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 包括我妹妹也说 作为女儿 可能没一定做得好这么好 相当感动 所有的亲人呢 都说你要好好珍惜 当时我心里呢 飞他不去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回去半年之后 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你承认你对他 我承认 出于关照嘛 对 我承认 承认我可能交朋友 交多了 没付出他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我想万回啊 所以 其实在您的心里是觉得 有这么一个女人 她很善良 对吧 要变成您未来的妻子 其实一定会 特别好的照顾你 是吧 对 她对你照顾的 应该不错吧 对我很好 所以舍不得是吧 舍不得 不愿意分开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她本性也是蛮好的 就上一次 我妈呀生病啊 因为我的工作也是 不能够说的就走 然后我妈那天 同样生病的 就还一个人 带着我妈去看了病 后来我妈也说 她很细心的照顾人 然后她也 其实也是蛮勤快 就是不跟那些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呢 还像一个人一样 所以其实好像 我听你们俩 就彼此吸引 对方的 并不是对方 对对方有多好 而是对方好像 对长辈都不错 是吧 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也是很好的 确实这一点 我也得承认 所以您是一心想挽回 是这意思吧 对 您现在是犹豫不决 想弄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吧 来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了一下年纪 一位49 一位46 确实这个年纪 已经过了 耳听爱情的年纪 就是要 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踏踏实实过日子 要什么 坦诚相待 点滴照顾 你们仿佛听上去 都是被对方家庭 所认可和喜爱的人 可唯独 对方 并不那么在乎对方 就感觉跟家人 更合得来 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走形式而已 女方 你非常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样的一个人 她在刚刚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你明确说 我们要保持 我们相互的隐私 独立空间 我的手机 你不允许看 刚刚在一起 就开诚不公地 把这个条件 放在了谈恋爱的 一个条件当中 你不觉得奇怪 或者不舒服吗 男方 在那次冲突的时候 你强调一点说 这女的不是我叫来的 她在乎的 不是这女的 是不是你叫来的 她在乎的是 我在这儿 我是你的县女友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 跟你的前女友 唱对唱的情歌 一起跳舞 你当我是傻子 你看不见我 当我是空气吗 如果把恋爱 比作一趟列车的话 你们两个人 在这趟列车当中 所到达的终点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去谈结婚 可能也就是说 想找一个人 搭伙过日子 但如果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这个前提 不坦诚 只是觉得对方好 是个好人 孝顺的人 那就在一起过吧 那接下来日子 会争吵不断 打闹不断 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 好好想一想 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是要找一个 孝顺我爸妈 就可以了 差不多 当户扶持过日子的人 就行 那你们可以继续考虑 但如果想找一个 对我在意一点 真的把我放在心上 是因为在意我 才去爱我的家人 孝顺我的家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俩 可能不是彼此 合适的那个人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一帝半年 那见过多少次啊 基本上我休息的时候 我都去他那边了 他来我这边多一些 为什么他过去多一点呢 不能你过来多一些呢 因为我是装出差嘛 这边跑 回头跑多一点嘛 不是 我还是不懂 因为他过去 你就是在 他到楼底 不就是去找你嘛 他来之前 会打电话给我 我就会在楼等他 对啊 所以说你的出差的时间 还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那为什么不多去长沙呢 楼底到长沙 刚才我查了一件 也就两个小时嘛 如果想的话 这两个小时的跨越 是没有难度的 我不知道长沙和楼底 对于你的这个生意状况 会有这么天壤之别 并且在楼底 我相信你的重心 并不是在于生意 而在于能跟更多的朋友 或者结交新朋友 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很舒坦啊 很自由啊 那你置他于何地呢 尤其是女朋友的那件事 暂且不说 是不是你叫来的 但是前女友一出现 你基本上 心里眼里就没有他了 甚至于他三次提出要走 你的表情又是什么呢 不要口口声声地说爱他 好吗 你是在蒙骗他 你看中的是什么呢 看中的是他对你 以及你的家人的付出 女士呢 明明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在他身上也看到了 可能是会重蹈覆辙的影子 为什么不退呢 你得不到他的尊重你知道吗 就从前女友那个事件 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刚才他说了 你如果坚持的话 他会回来 你为什么不坚持呢 因为他知道 你是在妥协 坚持就要底线有原则 对方才能尊重你 你不坚持 你就是没有原则 他永远不会从楼底回来的 也许他现在是有优点 但是他的 自己的私心更重 他会在自己 和你们之间选择他自己 所以说 如果说你觉得这份感情 还有希望的话 先让他主动地回到你身边 不要你每次都去他呢 看他能不能真正地 主动地来找你 再考验他一段时间 再决定 他是不是真正的 那个你心目中 能够负起责任的男人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采访了大量的你们这个年龄 想要再次走进婚姻的人 见证了他们从相知 相爱 结婚 甚至再离婚 所以我深深地了解到 这个年龄 再一次走入婚姻 如果 我的出发点是 大方过日子 一定过不成 如果这个年龄 不是因为深深地彼此吸引 而走到一起 那么很难坚持 他如果不是因为深深地爱你 他照顾你的妈妈 照顾不了太久 因为你们不是少年夫妻 我们相爱了二十年三十年 对方的父母呢 自然而然成为了我的亲人 我可以用这份力量去支撑 对上的孝顺 对下的关爱 只不过是你们 在相识最初 表现给对方的家人看而已 你也不要说 这个女人多贤惠 她是贤惠能干我相信 但如果你们不够相爱 她不够爱你 她帮你老父亲 洗一次澡可以 你再这样冷淡她 她不会再干这个事 你们没有那样的感情基础 所以大方过日子 只能越走 越不愉快 直至分手 你们的问题 爱得不够深 彼此的喜欢不够多 尤其是男士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对女士这份感觉 是越来越淡的 如果这样淡的感觉 想支撑一段婚姻 那只会给你们带来痛苦 你真心想为这份感情去努力 不要再分开了 让她的楼底 或者你去长沙 尽早做出决断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我通过你对于这位大哥的描述啊 我觉得 他不像你的男朋友 他像一个比较好的男性朋友 他很开朗对吧 也很热情是不是 对你的工作也很支持 对不对 像一个很好的朋友 同时对你的母亲 也比较仗义 我所指的这种仗义是 不止对你的母亲会这样 他对他朋友的母亲 估计也不错 就是他性格当中 就是一个开朗热情的一个人 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 男性朋友仅此而已 而不是一个男朋友 如果是一个男朋友 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他当然会在乎你的感受 他当然不可能离开了长沙 去了楼底之后 跟你之间就渐渐的疏远 跟你之间就没有联系 所以他跟你之间 只是普通的男性朋友 或者比普通的男性朋友 会好一点 但是你以为 到了这个年纪 咱们俩就在一起过日子算了 所以你努力的对他好 但是你无法跨越一个兴致 就是我认为这个大哥 对你只是有好感 他并不爱你 你别自作多情 而对于大哥来说 他不过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保姆 他照顾你照顾的不错 对你的父亲也特别好 我相信他对你父亲的那种照顾 你被感动 但这种感动 并不足以支撑 你把他当成一个妻子一样 去对待下半生 你一方面你回到楼底之后 你就跟他疏远 另外一方面 你的女儿 为什么对他 不能像对父亲的女朋友 或者将来 可有可能成为我一个继母的身份 去对待 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你的女儿说过 我可能要娶她 她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妈妈 或者你尝试地问过你女儿 你觉得这个阿姨怎么样 做你的妈妈 你从来没问过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她 你只是被她对你爸的好感动了 你只是对于她对于你的照顾感动 你想要把自己交给她 但事实上 你49岁的年龄 你还保持着一个青春的心态 你还喜欢喝酒 你还喜欢K哥 所以你不要自己骗自己 他是一个好人 但未必是你爱的人 你不能因为他对你的好 你就假装地说服自己 我愿意安安分分地把我交给你 你一直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你上一段婚姻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婚 我不清楚 但既然孩子判给了你 你却交给了前妻去抚养 足以证明 其实你这么些年来都挺潇洒的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错位的 他性格不错 人不坏 热情开朗 但不是你的那盘菜 他没想过要娶你 而对于大哥来说 他是个好女人 他既然是个好女人 你就应该真心地告诉他 你对我父亲的好 对我的照顾 我很感动 但是我还不足以让我就这么安安分分地把自己 49岁之后的年华都交给你 我安定不下来 我的心还野着呢 如果你愿意等待 那另两说 但是我必须诚心地告诉你 因为他第一段婚姻就够不幸的了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他前夫那种特别不负责任的 但是你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谢谢 好 谢谢附老师 到了这个岁数 说句实话 能信任一个人都挺难的了 40岁以后 朋友会越变越少嘛 也不再择友了嘛 不再交友了嘛 难得还能把一份爱给燃起来 第一是需要珍惜 第二是确实需要认真地做一个抉择 你就选择嘛 你到底是要那种自由的开心 还是要一份稳定和舒坦吗 你选择它 你也是一样的 我到底是要带出去有面 我自己觉得特别光鲜特好 还是说我要一份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日子 您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其实不难的 人难在什么地方 人就难在那个小贪念上面 特别害人 所以就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到了这个岁数 别再虚度 49年的一个自由观的男人 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度 你会给他吗 这个度到什么程度 跟你想的一样吗 你们把这个都想清楚 再往前走 到了这个岁数脚步放慢点 也没什么不好 祝你们冷静 理性 千万不要冲动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花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们从相识相恋 到现在也不容易 跟我在一起 那么久了 让你说的委屈 确实是我不好 千说万说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要是愿意 我们从头开始的话 我也为你而改变 就是慢慢来 尽量为你而改变 我是希望你回到我身边 我就知道你刚开始说的 那个真正的付出的 我就感到到 你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的 但是后来你回去以后 跟你想朋友 就又影响了你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是这样 我不可能每一次的手在那身边提醒你 我也不可能总是管着你 这样的话 又是说我不尊重你了 你要我怎么办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冷静啊 都别冲动啊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